然後David穿的是黃色 喔穿黃色好簡靈喔 然後要搭配這個溫真妮的 妳知道溫真妮是誰嗎 溫真凌是妳還是凌 應該是凌 我知道誰他要演一個電影 我有沒有去看 對對對 他也是蠻文青怪的 妳要看露眉毛 但我喜歡這個色耶 我喜歡這個色 我喜歡這個色 但是是誰 欸慕麗妳不要擔心 其實黃色也是蠻漂亮的 黃色會比較亮 如果妳是比較喜歡亮色 然後顯得氣色比較好的 他會比較推薦黃色 因為平常大家應該是挑色挑中 然後它是灰 這個另外一個顏色是灰藍色 然後它的布料質感真的很棒 它是布料的滑布雪防 然後很有垂墜度 就是可以一路穿到春天都可以的 然後它是做這樣子高腰這個地方有綁帶 跟剛剛那個 他叫什麼名字 洋裝我比較忘記了 就是上面那一位 上面那位洋裝是一樣的 但它這個地方做的比較窄一點 然後另外它的細節也比較多一點 剛剛那個就是縫上去 就是比較直接的 然後這個地方上下都有做抓肘 然後它的綁帶就是這樣子左右兩側 然後你就可以綁到後面去 就是鬆緊可以自己調整 所以就算是比較瘦的身形也可以 然後它的布料非常有垂墜度 所以很 就是很輕飄飄 非常輕飄飄 有內裡 內裡大概在 我的膝蓋 內裡大概到膝蓋 然後它的布料底色就是有 有暈染的感覺 黃色其實也有 有 暈染的感覺 然後上面再搭配這樣 枝葉 枝葉的手機 喜歡 美 這件布料真的質感非常好 很漂亮 非常漂亮 然後很漂亮 我要戴個大衣好了 好 大衣 搭一下給那個YOU看一下 然後另外一個顏色也幫你比對一下好不好 黃色好看 沒錯 Emily說黃色好看 黃色真的很好看 這樣搭好看 是不是 這樣搭好看 我的大衣真的很 他跟誰都很合欸 我的大衣 等一下我想要搭一個那個 運動的 好 等一下搭個休閒風給大家看 我的大衣真的 其實我們這款 2020最後一款大衣 它是我們的品牌款 那今年的毛分跟質量 都往上再幫大家做升級 所以 錯過 就等明年好不好 好 而且現在有活動比較優惠 如果 Debbie懷孕之前的身形穿 腰圍也是偏寬鬆 對 腰 就是這一件的腰 它本來就是做比較寬的 就是它要依照你的身形去綁帶 對 但是因為它是綁帶 它是可以調整的 所以其實也沒有關係 你要搭奶茶色 沒有 他只是要比一下 比一下 比一下 好 我就搭一人家來 比一下給大家 然後我們後退兩步 好 這樣子 好 好 阿 Emily是不是說裙子嗎 好 阿剛剛的裙子是 剛剛的裙子 隔溫裙是有內裡的喔 是有內裡的 不要擔心 然後 懷孕Dabby穿是偏寬鬆嗎 這兩色都美美的 好不好 美美的 應該會有一點 應該有一點點 應該會有一點點 如果是之前的F2身型的話 因為它是沒有分尺寸 對 它是三尺寸 應該是沒錯吧 可是 就是 會有另外一種穿法 就是會把衣服紮進去 毛衣我也會欠紮 所以其實 也還好 但是我現在是因為 我肚子已經太大了 我也想要紮 我也紮不了 我也不知道我們下次 下次過完年之後的新品 Dabby還會不會跟我們一起 他還可能 肚子變巨大 那到時候應該也快生了吧 我是因為Dee就要生了 對啊 很快 對也快啦 過完年沒多久我就要生了 那我們是不是 生前最後一波 有可能 生之前 你以為這是最後一次了嗎 過年前最後一次 我們的跨年場新品 就是從2020跨到2021 這最後一次 你們就休息了 這是最後一次 所以 不是我們要休 沒有 從今天還會有其他 東大門早就快萬計了 我們會有其他活動 因為今年就是 東大門生意不是很好 所以他們 修的比較早 從現在開始就 蠻多廠商已經開始在休息了 應該是從12月開始 就挑 很難挑新品 因為都不太出新品 所以現在這次新品 就是